自古以来的反复小人都无好下场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 天生是个瘸子,却作战勇猛 数次反叛其主 最后尽自立为皇帝 可不到一年功夫 他就被布下杀死分食了 连带几个儿子都死得非常凄惨 且听我细细道来 侯景 北魏怀硕镇,今内蒙古顾扬南,鲜卑化结人 出生于北魏景明四年,503年 侯景天生是个瘸子 一腿长一腿短 走路都不稳 但他少年好武 练得一身骑射绝技 所以长大后,被备选为怀说阵兵 也当过公草使之类的低级小官 北魏末年,北方大乱 侯景趁机率领自己的部队 投靠了权臣,尔朱荣 从此他开始施展才干,建立工业 梁大通二年,528年,8月 侯景因俘虏农民起义军首领,葛荣 而升任定州刺史 永安三年,530年,9月 二朱荣被北魏孝庄帝所杀 侯景又率部队,投靠了新的权臣高欢 升任司徒 拥有十万大军的指挥权 并封濮阳俊功 对于侯景卑鄙反复的小人性格 高欢早就看得非常通透 只因当时正是用人之计,才一味迁就 但是高欢对儿子高成,早有提醒 小心侯景 我死以后 他必反叛 果然高欢一死 侯景马上被判高成,而去投靠了南梁 南梁太清二年,548年 梁武帝萧衍,与东魏进行和解谈判 这使叛卫投梁的侯景,心中万分恐慌 于是爆发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 一年后 侯景率大军攻破台城 梁武帝萧衍,被其饿死在宫中 侯景立太子萧刚为皇帝 并自封为大多度 还抢举年轻貌美的丽阳公主为妻 没过多久 侯景又逼迫萧刚,封自己为宇宙大将军 自侯景进入建康,攻破台城后 城内百姓缺水无粮 饿死多半 梁朝大臣们,全部被侯景查抄家产 流落街头后,又被士兵任意砍杀 如此一来 整个建康城的街道上,躺满了尸体 瘟疫肆虐之下 满城百姓死去十之八九 侯景又纵容将士们 在三吴地区大肆烧杀抢掠 给无辜的百姓 带去难以估量的损失和祸害 大饱二年,五百五十一年的一年之内 侯景先是废了萧刚皇帝之位 心力萧栋为帝 后是逼萧栋善让皇位 自己登基 改国号为汉 自称南梁汉帝 野蛮粗鲁 目不实钉的瘸子皇帝 侯景 还要封自己上七代祖先为皇帝 但是他又不知道 各位祖先叫什么名字 竟然命大臣王伟 来给祖先编名字 简直华天下之大击 梁承盛元年 五百五十二年 江州刺史王僧变和扬州刺史臣霸 先后发难 侯景的军队几乎全部覆灭 正当侯景兵败 想独自逃跑时 愤怒积悦已久的部下 将其杀死 王僧变得到侯景的尸体后 先是跺下其双手 交给了齐文宣帝高阳 后是跺下其头颅 交给了梁元帝萧毅 萧毅则下令 把头颅煮了涂上七 收在府库之中 侯景的肢体则被抛弃在建康城街头 被士兵百姓们剁成树块 争相吞食 侯景的妻子丽阳公主 未发泄自己的怨恨 也将侯景的肉 生吞到腹中 将其骨头烧成灰 伴着酒喝掉 侯景的五个儿子 死得就更惨了 大儿子被活活包皮后 扔入废水中煮死 其他四个儿子 也被齐文宣帝高阳捉住 烟割后扔到废水中煮了 侯景一生戎马 数次叛主 好不容易篡位做了皇帝 这一年时间 却又落得各死无全尸 段子绝村的下场